大象认出了12年前救过他的兽医,看看他对它做了什么。 这位兽医博士曾深入丛林漫游,当他听到一只多年前曾救过的大象发出熟悉的吹号声时,感到惊讶。 这只大象在中逢后的所作所为让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感到震惊。 帕塔拉·马纳德是一位野生动物兽医,在泰国东部的拉阳林地的营地感到有点无聊,于是决定散步。 他欣赏着周围动物和自然美景,对动物园保护这些生物在其自然环境中的努力印象深刻。 他陷入沉思,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离基地越来越远。 当帕塔拉穿过茂密的树叶时,突然间一只大象的尖锐吹号声在空中回荡,让他措手不及。 他停住了,心脏砰砰地跳,一瞬间的恐惧占据了他,但他很快摆脱了干扰,得出结论最好回到基地的安全区。 大象是温和的巨人,但是是巨大的,他不想冒险打扰它们。 然而,好奇心驱使着他,他无法忽视大象吹号声中的熟悉感。 屈服于好奇心,他朝声音的来源迈出了一步。 每走一步,他脚下的地面都因为普拉大的大象脚步而震动,空气因它们的吹号而回荡。 帕塔拉现在站在较高的地方,俯视着这些壮观的生物正在从一棵高树上嚼食叶子和水果。 这些大象似乎已经克服了过去的艰辛,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过偷猎的恐怖,使它们天生对人类产生敌意。 帕塔拉小心翼翼,希望不被注意到,继续从高处观察。 他对它们的适应能力感到惊叹,回想起自己作为野生动物兽医多年来拯救的无数生命。 帕塔拉试图蹲下来更好的观察,但不幸的是,运气并没有站在它这一边。 然后,它失足,最终从不起眼的悬崖上的头朝它的方向看去。 大象的突然关注让帕塔拉的脊椎感到滚了下来。 这片森林在那之前一直寂静无声,突然间响起它摔倒时的噪音,离它最近的三头大象迅速转动普拉大的身躯。 它试图保持不动,希望它们没有把它当成危险。 然而,大象们锁定了它的目光,它们的目光既好奇又谨慎。 帕塔拉意识到这个微妙的情况,平住呼吸,等待它们的反应,但它们没有动弹。 兽医和兽群陷入僵局,看起来它将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 决心缓解紧张氛围,帕塔拉试图站起来并与大象沟通,表明它不构成危险。 然而,一阵剧痛穿过它的右膝,它发现自己无法站立,忍着不适的痛苦呻吟,恐惧在它坐在森林地板上时涌上心头。 观察到三头大象中最大的一头慢慢朝它走来,仿佛对它生气,或许只是试图在它的攻击性背后掩饰它的恐惧。 后悔在帕塔拉心头泛起,它希望自己当初就回到基地,而不是深入森林。 它最初的恐惧加剧,然后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 曾经紧张的大象开始表现出好奇的迹象,它的举止从攻击性转变为更加好奇。 在痛苦中,兽医无法理解这种突然的变化。 当普拉大的大象走近时,帕塔拉的恐惧开始转变为一种奇怪的认知, 引领它来到这里的熟悉吹号声似乎与深埋在过去的记忆相联系。 帕塔拉心里混杂着困惑和动物,识别出大象耳朵上的独特标记。 这不仅仅是一头普通的大象,这是十二年前它所遇到并拯救过的那个温柔的灵魂。 虽然不确定,但被可能性驱使。 帕塔拉向正在走来的大象伸出手,恐惧和困惑深深地侵袭着它,等待它的回应。 这普拉大的生物似乎理解帕塔拉的手势,伸出橡皮朝着伸出的手。 当它们的手碰触时,一股情感的涌动淹没了它。 在一次关键的营救行动中形成的纽带居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大象在这么多年后认出了它的救命恩人,展现出深深的深情。 那个触摸中包含了无尽的回忆,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障碍。 帕塔拉仿佛回到了过去,重新体验了多年前在泰国拉阳林地遇到这只特别大象的时刻。 帕塔拉当时是一名年轻的兽医,踏上了穿越茂密森林的野外探险,沿着林地驾驶。 他敏锐的眼睛发现了一只年轻的大象,后来他得知是叫普拉,虚弱地站在路边,看似濒临失去生命。 令人心酸地吹号声传递出一种绝望感。 大象挣扎着一动,几乎摇摇晃晃地在虚弱的状态中。 作为经验丰富的兽医,帕塔拉博士立即意识到普拉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急刹车后,他观察到这只困扰的大象脸部、眼睛、颈部和腹部肿胀。 这只生物失去了大量体重,发热的迹象明显。 帕塔拉的心沉了下去,他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凭借多年的兽医经验,他迅速诊断出普拉患有严重和急性的追虫病。 这是由叮咬的双翅木营传播的疾病。 这只年轻的大象病情危急,需要立即的医疗救治才能幸存下来。 帕塔拉为这只受苦的生物感到一阵同情,决心尽一切努力拯救普拉。 急切之际,他伸手拨通卫星电话,迅速拨通了他的医疗团队, 告知了他们涉及这只年轻大象的紧急情况,提供了他的位置, 并提出了需要一辆能够运输这只生物的车辆。 在等待医疗团队到达的同时,帕塔拉走向普拉, 打算给他注射镇定剂。 令他惊讶的是,虚弱的大象没有显示出攻击的迹象。 普拉太虚弱了,无法站立,倒在他面前, 每一次呼吸似乎都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口气。 目睹这令人心碎的场面,医生冲到他的身边, 半闭着眼睛的年轻大象看起来疲惫且颓废, 与这只生物对视时, 帕塔拉感到一股同情之情涌上心头, 理解了从普拉身上发出的无声的生命恳求, 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受一以安慰的话语, 希望在这只受苦的大象中灌输一种求生的意志。 医疗团队带着一辆合适的车辆赶到现场, 帕塔拉观察到大象的顺从态度, 使团队相信镇定剂是不必要的, 注意力转向了将这只年轻但普拉大的大象装上卡车的艰巨任务,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 他们设法小心翼翼地把他装上车, 确保在整个旅程中他的舒适。 为了普拉的健康, 帕塔拉博士陪同大象一同前往受医医院, 手持医疗工具, 他开始在旅途中评估普拉的状况, 监测生命体征并收集必要的诊断信息。 到达受医医院后, 团队面临着从车辆上小心翼翼地卸载虚弱的大象的任务, 尽管这只年轻大象的重量不轻, 他们成功地引导他进入治疗室, 在最后的力量储备下, 大象走到指定区域然后倒下。 兽医医院的空气因他的奋斗而变得沉重, 一种紧迫感弥漫在空间中, 一旦后面的门关闭, 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即将展开的对抗, 已经占据了大象的疾病。 从他的初步治疗中看到积极的结果为帕塔拉医生带来了一丝希望。 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场, 为这只患病的大象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安慰,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看到大象慢慢康复, 大象与帕塔拉雷尔博士之间的纽带在这个康复期间变得更加深厚。 兽医对这只年轻大象的坚定承诺变得明显, 他花费无数小时在他的身边, 不仅提供医疗照顾, 还提供情感支持。 但出乎意料的是, 康复过程出现了回落, 大象的体温开始上升, 情况变得更为严重, 缺乏现代医疗工具带来了挑战。 稳定的进展似乎开始滑落, 引起了对拯救大象的所有努力可能会徒劳无功的担忧。 在不愿失去与之建立身后纽带的大象的情况下, 帕塔拉博士加倍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面对不确定性, 他依偎在虚弱和生病的大象身边, 以鼓励的言辞安慰着他。 奇迹般的, 这只年轻大象积极地回应了医生安慰的存在, 表明了一种对战胜疾病的新的决心, 也许兽医身体的温暖让他想起了母亲, 或者是其他原因, 总之, 他奏效了。 喜悦弥漫在帕塔拉和医疗团队身上, 当几天后, 医疗中心充满了幸福的回升, 因为曾经患病的大象站起身来, 在设施周围开始走动, 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 明确表明大象正在恢复力量, 并走上了完全康复的道路。 再过几天, 他的健康完全恢复, 站得稳稳地, 充满活力, 准备再次拥抱生命。 这只年轻大象的坚韧表明了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 和大象与帕塔拉博士之间不屈不挠的纽带, 感激于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 大象每当帕塔拉博士出现时, 就会吹响号角。 接近兽医时, 大象会用相比把他拉得更近, 形成了一种不可打破的纽带。 大象的眼中表达着一种深厚的连接, 超越了言语。 最终的日子终于到来, 大象普拉被认为已经准备好出院, 返回其自然栖息地, 草原。 帕塔拉博士经历了一种幸福和悲伤的交融。 幸福源于成功拯救了那个温柔的灵魂, 而悲伤则来自于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放手这个与之建立了身后纽带的生物。 明白到为了更大的利益, 普拉需要重新加入他的群体, 受医为这个苦乐参半的告别做好了准备。 当普拉迈出自由的第一步时, 泪水流过帕塔拉博士的脸颊, 这个感人的时刻让他情感激荡, 他看着大象离开, 停顿片刻, 吹响号角, 仿佛在告别。 感激之声在空气中回荡, 帕塔拉泪流满面, 同事们也被这一幕深深感动, 递给他手帕擦去泪水。 在表达最后的感谢之后, 普拉继续他的旅程, 逐渐从视线中消失。 对于帕塔拉博士来说, 这个告别标志着一个重要时刻, 将永远铭刻在他的心中。 普拉以其温柔的灵魂和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个感人的离别激发了帕塔拉对动物保护的承诺, 激励他在作为兽医和对野生动物福祉的热情倡导者方面加倍努力。 受到对动物保护的奉献精神的驱使, 多年后他发现自己回到了泰国的拉阳林地, 站在郁郁葱葱的绿色中, 与普拉面对面。 这是一个温馨的重聚时刻, 当帕塔拉博士凝视着他朋友智慧的眼睛时, 他不禁感到惊讶, 大象竟然也能认出他。 毕竟, 自他们初次相遇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但大象以其卓越的记忆而闻名, 他们大脑普拉大且高度发达, 使他们能够处理并保留大量信息。 对于普拉和帕塔拉博士来说, 最初的营救必定在大象的记忆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感受到膝盖脱臼的疼痛, 帕塔拉博士从大象的橡皮中抽回手, 从腰包里取出一条围巾。 他迅速将围巾系在受伤的膝盖上, 普拉专注地观察着, 帕塔拉雷博士巧妙地用围巾将脱臼的膝盖重新放回原位, 使他发出一声短暂的疼痛呻吟。 帕塔拉伸手到腰包里拿出一些止痛药, 成功站了起来, 他蹒跚地向前走, 再次伸出双手。 普拉现在已经长大并更加强大, 但他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的扭蛋。 这只高大的大象用橡皮将帕塔拉拉地更近, 回荡着十二年前同样的姿态, 高声吹响号角, 传达着一种认知和喜悦的信息, 仿佛在说他一直想念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兽医。 吹号角的回响充斥着空气, 创造出一曲重逢和共享记忆的交响乐。 尽管膝盖仍有些疼痛, 帕塔拉博士感受到了幸福和满足的涌动。 多年过去了, 但人与大象之间的联系仍然牢不可破。 与老朋友重逢只是帕普博士这一天所带来的惊喜的开始。 从普拉发出的温柔号角中传来的信号, 标志着两只年轻大象正在从远处观察这一场景, 逐渐靠近。 当他们靠近时, 兽医欣喜地发现, 这是普拉的孩子们, 一只几乎有一个月大的宝宝和另一只还很年轻。 普拉似乎正在向兽医介绍他的家庭, 同时也向两只年幼的大象介绍曾经拯救过他们父亲生命的人。 这两只可爱的小象以他们的顽皮行为和天真的眼神俘获了帕普博士的心灵。 他们的象鼻在周围探索, 散发着纯粹的喜悦和好奇。 小象们的活力和好奇给场景带来了一种更新和希望的感觉。 作为骄傲的父亲, 普拉温柔地推着他的孩子向前, 仿佛在向老朋友介绍他们。 带着激动的情感, 帕塔拉博士跪下来与小象们的眼睛平齐。 这两只对于眼前的人类感到好奇的小象们歪着头, 用小耳朵欢快地拍打, 充满兴奋。 在一种令人感动的信任展示中, 帕塔拉伸出一只谨慎的手, 小象们用橡皮轻轻触摸他伸出的手指。 人与大象之间的纽带现在扩展到了新一代, 这证明了同情心的持久影响。 在品味了这温馨的重逢之后, 当帕塔拉是时候返回基地了, 意识到他的同事们可能对他的缺席感到担忧, 他准备向普拉通告别, 回到他的责任。 然而, 他的膝盖让他在森林崎岖的地形上移动变得非常困难, 仿佛明白他的老朋友需要帮助一样。 普拉走到了前面, 现在轮到他报答安徽了。 这只雄伟的大象伸出橡皮朝一声伸过来, 轻轻地将它包裹起来, 温柔地抬起它。 帕塔拉一开始感到害怕, 但后来他意识到普拉以最大的温柔搂着他。 当他开始朝着他来时的方向走去时, 他逐渐明白他的朋友正在引导他回到基地, 确保他的安全, 防止对他受伤的膝盖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这一认识温暖了帕的心, 重生了多年前他遇到的那位善良灵魂的善良。 几分钟后, 他们到达了基地, 但最初对帕塔拉缺席感到担忧的同事们, 惊讶地看到他被普拉护送着。 这只巨大的大象轻轻地把医生放在同事们面前, 仿佛他正在传递激励棒, 现在轮到人类来照顾他们自己了。 帕塔拉向普拉通告别, 大象也吹响了告别的号角, 然后转身回到他的群体中。 基地里充满了惊奇的喧嚣声, 兽医分享了这个意外护送的故事。 同事们围在一起, 对这个非凡的事件感到震惊, 并渴望听到每一个细节。 普拉的传说不仅成为成功保护的象征, 也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不可磨灭的扭蛋。 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